宇宙诸神与人第二章 诸神大战 宙斯为王 三 作者 让皮埃尔维尔南 译者 马向民 朗读者 蓝珊 万物的主宰 宙斯 第一幕就到此结束 宙斯已成为宇宙的霸主 他不仅获得独眼巨人与百臂巨人的鼎力相助 连一些原本属于泰坦阵营的神旨也来归顺他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泰坦神 俄克·阿努斯的女儿 明河女神 斯蒂克斯 这条河能够释放出所有来自地下 属于地狱及水生世界的危险势力 它在地底深处流动 在塔尔塔罗斯之内流动 然后在特定时刻跃流至地表之上 斯蒂克斯的水带有极强的威力 凡人喝了立刻会麻痹而死 在诸神的战争中 斯蒂克斯背弃与他同族的泰坦诸神 加入宙斯的阵营 他在宙斯麾下整备武装 并严格训练他的两个孩子 男孩克拉托斯 女孩比亚 克拉托斯代表统治者的权利 使反对者敬畏设服 不敢不从 比亚则与计谋策略恰恰相反 是赤裸裸的暴力 在战胜泰坦诸神之后 宙斯就任命克拉托斯与比亚担任左右护法 克拉托斯统一万物 比亚则以暴力克敌 不管宙斯走到哪 克拉托斯与比亚都互卫着他 一刻也不分离 看到这个景象 阿林波斯诸神决定由宙斯来统治宇宙 泰坦诸神已经为燕戈附近的罪行受到惩罚 现在该是宙斯重建宇宙秩序的时候了 宙斯按照各个神职的特长与功绩 分配他们所应享有的荣耀与权利 他在诸神的世界中建立了一套阶层分化 井然有序组织分明的制度 使宇宙得以趋于稳定 世界舞台经过这番彻头彻尾的改革之后 总算大功告成 宙斯主掌了整个世界舞台 原本混沌的世界在他的统治下开始有了秩序 但还有一些问题存在 天空乌拉诺斯与儿子克罗诺斯在许多方面非常相像 他们都不愿意看到有一天孩子去代他们自己的地位 尽管他们的手段不同 但都想要阻止孩子来到世界 也就是说这些最早来到世界上的神在获得了一定的地位之后 就不想让后代子孙继承这个地位 但除了这些相似之外 乌拉诺斯与克罗诺斯性格截然不同 乌拉诺斯被盖亚生出来之后 就不停地与他做爱 他唯一的目的就是与生下他的盖亚结合 乌拉诺斯没有任何计谋 也毫无防备 根本想不到有一天盖亚会报复他 克罗诺斯的做法就与乌拉诺斯不同 他没有把孩子困在母亲的肚子中 而是把他们全部吞到自己的肚子里 乌拉诺斯受老俄罗斯驱使 原始的爱欲使他压附在盖亚身上 没有想到别的事情 克罗诺斯就不同了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有意识地捍卫自己的权利 他是个受权力欲驱使的神 想要永远畏惧高位 主宰宇宙 克罗诺斯是第一个政治家 他不但是宇宙中集诸神间的第一个王 也是第一个想出种种计谋与政治手段来保住王位的神职 随着宙斯成王 宇宙秩序发生了彻底改变 宙斯靠手足及战友的推举而成为宇宙之王 登上王位之后 他也以最公正的方式 按照每个神职应得的 分配给他们荣耀与权利 不仅如此 他甚至还让在诸神大战中保持观望或中立态度的泰坦神职 继续掌握原有的权利 例如 围绕着宇宙的海神 俄克阿诺斯 在战役中并没有表态支持泰坦阵营或奥林波斯阵营 在大战落寞后 宙斯仍然让他继续环绕在世界的边缘 将世界小心翼翼地保护在他的水域内 另一个例子是泰坦神族的赫卡特女神 在诸神大战中 他同样没有帮助任何一方 但在大战结束后 宙斯维持甚至扩张了这位女神的权利 事实上 当宙斯重新分配诸神的权利时 赫卡特获得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地位 这位女神并不专属于地上或天空 但在组织严谨的男神世界中 却是一个艺术 代表的是一种游戏和愉悦 一种偶然与机缘 她可以毫无缘由地带给人好运 也可以让人莫名其妙地遭遇不幸 她随心所欲地带来幸福或灾难 水中游鱼 天空飞鸟 路上走兽 都可能在她的一念之间繁衍众多或是成群死灭 她是诸神世界中不可预知的因子 给人间带来错愕与巧合 宙斯与盖亚能超越时间 预知世事的变化 赫卡特却给时间的齿轮加上润滑油 让世界以一种更自由的方式运作 带点不可预知的从容 由此可见 她的权限之大 那么天下从此太平了吗 不 其实还早 现在新一代的神职掌握了宇宙大权 宙斯登上诸神之王的宝座 但宙斯并不是取代了克罗诺斯 而是整个改变了克罗诺斯统治的世界 克罗诺斯的眼里没有正义 他从来不把其他神职当一回事 宙斯正好相反 他把王权建立在公平正义之上 尽管他不免偏爱某些神职 但也从不会做出不公平的裁决 克罗诺斯的主权是单向的 唯我的 独尊的 蛮不讲理的 宙斯创立的秩序 则是审慎有分寸 和谐有节手的 岁月流逝 宙斯也生了孩子 这些孩子势必很快就会长大 变得强壮有力 不下于他们的父亲 然而在宇宙的运转中 总隐藏着威胁神界秩序的时段 生命总会随着时间而成长茁壮 步入成熟 但在同时 时间也会消磨一切 宙斯也曾是个强宝中的婴儿 在山洞里哇哇大哭 受其他神职保护 虽然宙斯现在正值盛年 但难道他没有衰败的那一天吗 难道神不像人间的国王一样 有一天会意识到自己不复当年 不会看到身旁那个 一直受他保护的儿子 就在他一天天衰弱的时候 一天天强壮起来 变得比他更强有力 难道宙斯就不会经历这些 父亲克罗诺斯篡夺了祖父乌拉诺斯的王位 宙斯自己又篡夺了父亲克罗诺斯的王位 那么未来会不会轮到他被自己的儿子篡位 答案是肯定的 这一切一定会发生 就像早已排在时间表上一样 盖亚知道 瑞亚也知道 宙斯这方势必得开始警戒一方万一 他不容自己一手建立的宇宙秩序 毁于争夺王权的继承战中 这个诸神之王与宇宙的主宰 绝不允许自己步上从前统治者的后尘 他要让自己不仅是世界的主宰 还要成为一个永恒而绝对的统治力量 而维持永续而稳定的统治权的关键 就在于宙斯的婚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